以下节目含粗言为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 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今天饭局 这个饭局 阿哥,你在加拿大过来两天时间 全部我一手操作 除了那只鸡 今天早上去买一只饭鸡 本来我老板,王太后 他是主厨,但他的手是这样的 有点关键问题 所以玉太厨房也停了就是这样 停产 休息,这些就是我的揭作 你可以看看这些饭,你问我什么饭 这个是施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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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见到它 是吧 这个是施坑 熟的,喜欢熟的 不要搅拌了 这个是大一只 DQ大了 很大 那是血泵泵的 不是,熟了 熟了 熟了 不要是血泵泵 吃完有什么事 我大乱忘了 熟的,因为有多肉 是要的 我们是终成半生熟的,一定的 那我先看看 这是筍蝦 筍蝦 筍蝦炆煮肉 是的,这个是我最拿手的 是 我们有个老友 你怎么知道 叫我去帮他做来吃的 做了之后,他就一盒筍蝦 他吃了10天的 放在冰箱里,分一盖盖 冰箱是好吃的 没有的 没有的 好的 筍蝦 这个是白昌蝦 这个 这个是咖喱牛腩 咖喱牛腩 这咖喱牛腩和外面吃的不一样 这个是不一斤的 你看看 不一斤而已 你看看就知道是真的 是 这里有坑蝦 坑沙腩 我上一次 我卖了差不多一期 去批发市场的牛 刚刚剖完 我就解决我要的部位 是的 还用了一餐清湯腩 他们每个都有份吃 剩下的这些 我就放在冰箱里 放在冰箱里 现在出来就不能再做清湯腩 我们去做咖喱牛腩 这个味道要浓一点 蓋上那些味道 没有雪味的 我们都飞了水 我们煮的 不会有雪味的 但是就没有那么… 肉质和你吃清湯腩不同 这条鱼腩是否很一样 通常这些都是用冬肉来做的 咖喱牛腩 这条叫什么 是什么 台湾叫比叼 比叼 这条鱼也算贵的 精神一点 不知道 很美味的 这条鱼是否很美味 台湾能否用游泳水 拿出来这样泡泡 没有的 告诉你 没有的 其实没有 没有 香港的所谓海鲜 如果是海水的鱼 一上岸就会掛 是的 对不对 这条鱼的鱼 怎会崩潰那条鱼 那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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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鱼 有没有见过 这么大条鱼鱼 是鱼鱼 这么长 粗的 鱼鱼 不是平时 这条鱼鱼的鱼鱼 像鱼鱼 对 我把它煎香 好 煎香之后 煎得不够香 对不起 对 煎香 煎香 然后煮 煮完汤 煮完汤 因为煮了汤 一会喝的 就是绝世的汤 很小 一粒味精都没有 奶白色的汤 然后放进去 芹菜蒜 那里有很多芹菜蒜 你买了一大包 肉质会不会粗糙 不会粗糙 你可想 因为这条鱼鱼鱼是多骨 这个大条鱼鱼 即是小骨 就是变成大骨 你中间一开 这条大骨 撕掉 撕掉它 好 今天晚上全都是海绿风菜 不是 海绿风 就是牛腩 海绿风 是 本地菜 我自己不发现 这个是我们常常煮的 好 这里是新鲜的鱼 我全部吃海鱼 我不吃海鱼 李大夫 你吃那么多筍 怕不怕? 不要怕 我怕 好 那我们开动 好 好 好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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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来 有这么大堆人 我当然要招呼你 多谢教主 多谢你 下次我去冤哥玩 我就说你什么 我扔你都不给了 你了 去哪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有心机的问题 还有我们钱的问题 很难 我真可憐 我真的搞错了 我今天上一个很好的台湾地理佛 树林和逢树林是两个地方 一个在淡水 一个是冬一个是西日 对 真的很大事 一个小时 上去一个小时 下来 其实你们在这里 搞了两个小时 是的 我来两个小时 其实来我这里很方便 在台北车站坐火车 来到我家 不要介绍 来到我家 不要放开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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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已经凍了不好吃 趁着吃 好… 天分了 你喝了就行了 你喝了就行了 没办法 很烘 好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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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很甜 第一次 好吃 第一次吃这个 真棒 你不用整粒吃光 里面的红色是好吃的 第一次吃 很鸡 就是湯 没有办法 都很鲜甜 而且很经常吃 不可以的 因为我不想弄到 这些血水 不是,都会接受 有很多人不行 小心 稳定一点 太太,你不要吃 我给你 李大夫说 叫我不要吃那么多海鲜 是的,给我给我吃 你也给我老公 给你 先夹菜 上次教主做牛腹腩 我买了一万元 那次他给教主料 我问教主 今天晚上要吃鸡 教主说 吃牛 你怎么买一万元 这么贵 买很多 台败 不是美金 台败有二千多 不是,加价 你去香港 你说我新鲜崩沙腩 你看二千多万元 是 你一来 你一问他们的名家 就知道 但他不出声 是 这些拌饭 我们把镜子转了 最好是拌饭 待会你拿起来 拍完就拌饭 就对了 这些东西 起码吃四碗 不要 不要,千万不要 因为我睡 不要 因为我电话煲了 你们的鱼应该要做些吃 因为我煮了 我先看一看 这个猪很美味 很美味 很美味 这些有很多豐富 不用拿一个翅膏 你有没有想着 买盐下去九熊城 街市买菜 你不要说了 你要说我的伤心事 你看看,我下去九熊城 街市就真是 什么回忆都在 是 刚刚来骨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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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鱼是阿太教我做的 他说蒸十二八分钟就可以了 还要两边解冻 背脊 背脊 一定是背脊 不要管 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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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姐 你给阿太太 你给阿太太 为何是你来做的 给阿太太 为什么会不会太误会了 那条鱼 那条鱼是装骨 也是 不要紧 不要紧 我多给阿太太 多给阿太太 多给阿太太 这个姜蓉 就是这条鱼 这条鱼 这条鱼就吃了 这条鱼不得了 这条鱼不得了 不得了 鱼不得了 鱼不得了 是好吃的鱼 很好吃 鱼才好吃 这个 要不要试一下 鱼 鱼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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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滑 很滑 这条鱼我可以吃 很漂亮的鱼 很多人在鱼鱼 没有鱼才吃 有人不行 只是鱼鱼 鱼吃 鱼好吃吗 鱼好吃吗 鱼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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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鱼好吃 鱼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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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得贵 不是贵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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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贵的 是的 鱼鱼好吃 鱼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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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你想做燙 做燙 鱼做燙 这条鱼有所有材料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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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牛肉 嘗嘗 豬肉 要捏肥肉 這是麵筋 這是麵筋 這是筍 這是筍 還有豬肉 可以的 油脂 肉脂 肉脂 好味道 要嘗嘗蝦 為甚麼 這裡的蝦很爽 鮮的 還要少許 台灣的海產真的很好 不懂得煮 不懂 他會煮發酵 我想請問 說真的 我找誰的食家 他教別人做 粵菜做海鮮 有沒有市場 台灣人是否接受 我看到他們做甚麼 三杯蜆 三杯筍 用三杯方法做 台菜 港式海鮮 現在都有港式酒樓 特別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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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貴 很甜 如果你的韓式一定有市場 很入味 很美味 我經常想 為甚麼要照這麼美的海鮮 沒有理由我們做廣東海鮮酒樓 做不成 做得不成 做得不成 如果你真的有肥肉質素 一定要做得不成 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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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大飯店 有些粵菜 又是粵菜 又是粵菜 是經常滿 是呀 喝茶最有名的 這些粵菜 很滑 是 你這次也有搭油 是呀 要過來看大選 看大選 關你甚麼事 不關我的事 都感受一下 我聽說我也沒甚麼 看鹹片 我也沒得參與 感受一下 嗯 但是舊主 昨天我們去了 綠營 在總統府外面 蔡英文幫 賴貞德站台 我感覺到 沒有四年前的氣氛 那麼相似 不知道是我自己 那個 那時候 剛才我結束了 1920年 開頭 就是有點頭射了 這次有些抽離了 感覺到那個氣氛報告 那麼熱鬧 對 其實這次的選舉 我自己覺得 就是 應該比上一屆 刺激一點 是 但是沒有 比預期 還是很平淡 很平淡 很平淡 因為你多了個 科文節 嗯 應該比較好看 還是熱鬧 是 但是 上次就因為 因為韓國瑜 剛剛出來的時候 勢很厲害 民進黨就不能掉以輕心 你知道嗎 是 結果一個反送中 就搞定了韓國瑜 是啊 被林鄭害死了 但是他們國民黨 自己都抵擋死了 基本上 你對反送中的運動 就是後知後覺 是吧 還有鬼鬼祟祟的回應 但是民進黨 就懂得利用這個機會 是吧 要找得到馬昌 就是這樣 是吧 我是外貌業會榮譽主席 但是我真的看到 大哥 你國民黨 你去年上一屆 找一隻韓國瑜 配養個梅索 這次找一下侯洋兒的樣子 又佔得到 為何可以找這種樣子的人 出來參選 你照計應該找一些樣貌 比較好看 是否真的找不到 連主席朱立倫的樣子 也會不會掃到 是 那你有偏見嗎 譬如你… 台灣人 如果嚴格來說 你看上頭 如果是奶昌索 是多兩元歲 都適合更大 不可以看上頭 最重要是看他男的 還有他的理念 這個最重要 但是現在不是說這些 英俊沒用的 除了蔣馬安 英俊贏了 馬亦九 英俊贏了 那八年做到屎 不一定要看上頭 最重要的是 在現在這樣的環境 即是 中美關係這麼惡劣 國際形勢這麼暖的時候 兩岸關係 和台灣擔任任何角色 你一定要有很清楚的論述 現在真是一個 冰空戰危的時代 是吧 已經有很多外國的專家 說台灣最危險的地方 是火藥庫 那些候選人面對這樣 那當然要有些律術才行 全部都是兩個字 我跟郭公說 我叫救 都說不是 所以我早幾個月前 我可以上選舉 我也是一個 一個救 我想是一個重點 重點 但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畢竟有一個民主選舉 不是 選民那一票是最重要的 那這裡全歸了哪 譬如今天禮拜五 明天什麼都不想做 還是投票 是 那你最後 今天叫做選情 選前的一晚 全部都是做世大會 三個黨 今天是反正的 對 他們被拼拼了 最後吹票 其實氣氛 反而上一屆 比較熱熱一點 上一屆 我組的團體 35人來看選舉 是 上一屆真的感覺是熱熱一點 很多氣氛 比較熱一點 人的反應 人的蠢蝦 是 可以吃飯 好,我戒飯 因為我糖尿 我不吃太多米 那你多吃點肉 多吃點肉 對,我吃菜 多吃點肉 謝謝 繼續 好 再說一會 我們就要放一些 沙徑雞的人吃東西 好嗎 沒錯… 我都不敢給你那麼多菜 希望他們不能吃 其實有很多 有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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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現在熬一熬飯 這個加油了,很棒 對 很棒 很棒 不,現在可以拼飯了 吃飯那些 用碟,慢慢來 來 來 那邊有碗,又可以拼飯 好 明天你也沒得投票 那你街上沒東西看 我去四點後 等他選票的時候 有開票的時候 可以好看 緊張一點 緊張一點 好,你在酒店看就行了 很快就開完 很快 八點鐘左右 所有結果都出來了 不,上次我們也不是那麼多 我們是在現場 現場 我們是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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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甚麼人偷 我們是在現場 當然不是,你留給粉絲 好,留給粉絲 對 上次我們五、六點 一邊看著 這麼早 因為四點鐘已經準備好了 四點鐘 結束 然後不斷開地區 哪一區 哪一區,幾多票 哪一區 哪一區,哪一區 去到很晚 也不是 然後他跳舞 你記得嗎 跳舞 對 他輸的那個 差不多開到還有… 開了三分二 或者差不多 尾聲 計算過數據 他立即要將來宣布 敗選了 對,難免上已經敗疏了 我們估計上 他還未確實 可能三分二券 已經接近我 他已經開始 不過這次就不會 這次我覺得 很緊張 這次不會 這次是三個人去選 但我覺得就不會 這次是三個人去選 很緊張 有些… 是否叫變數 還是不會 這次呢 我… 說回背景給大家聽 如果你想聽 吃飯說這些是不能開胃的 不過… 上兩屆 即是2016年和2020年 陛英文的得票也是超過50% 是大比數贏對手 2016年獲得689萬票 2020年獲得817萬票 大比數拋離對手 是民進黨執政的意外 對上一次也是做兩屆陳水扁 兩次都是50%以下的選票 因為對手大強 玩得很緊 第一次是因為送廠如同年戰分開 分散了一些選票 兩個加起來就贏到副甲 但是分散後 送廠如同年給陳水扁 陳水扁那時可以取得39% 接下來陳水扁連任那一屆 就有兩顆子彈 補充它 只會贏2萬票 贏這個年戰 但還是低於50% 然後國會的選舉就不過半 所以那個變成一個弱勢總統 是的 好,這次蔡英文兩屆 國會又過半 他自己得票又過半 是完全濕正的 但這次會出現的情況 這個陳水扁極有可能 他的得票甚至比陳水扁低 賴清德 賴清德 不是,這個賴清德 甚至比陳水扁低 賴清德 可能也是40%以下的 如果幸好是40%出頭 是這麼多的 你也不是過半數的總統 在有些國家,總統就是國家 如果有這樣的選舉 他可能要再投第二輪投票 一定要過半數才行 那些叫絕對多數才會贏 現在是相對多數才會贏 變成你的民意基礎就不夠了 好,第二,在國會裡 我估計這次民進黨一定不過半 總共一百一十三席 你要取五十七席才過半 過半是立法權系 執政權系 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但是你不過半 在野黨過半 做什麼都不可以 失定否決 對,這個是民主,大哥 這樣才有用 你可以有一個check and balance 有一個制衡的作用 不是你補充制衡的作用 有什麼用 這次極有可能出現 民進黨一定不過本數的 在國會裡 而賴清德也可能是有史以來 得票最低的一個總統 那會不會,譬如藍營、白營 他們在議會裡 他們拿到的票 加起來一定會比民進黨多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 會不會影響到他… 好像有聯合者會有很多 譬如在加拿大 他會跟NDP在一起 這樣才會有聯合政府 或者是一個比較抱政府的政黨 這樣的情況 但是台灣不行 台灣不行 台灣只可以發揮一個制衡的作用 你在野,你怎麼組聯合政府 執政權是他選的總統 是他組織政府 總之總統是哪一個人 因為你不是來國際 譬如說英國或日本 國會最大黨組織政府 行政權也有他,立法權也有他 如果你的票數補充不超過半數 就用小黨加上超過半數 你一樣可以組織政府 黨魁就做首相 明白 日本也是這樣 但台灣不是…台灣的制度很奇怪 他們也是統統計,但又不是羅國計 議會也是直選,總統也是直選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多數都是白營 民眾黨加國民黨就是過半數的 國民黨當然希望他單一讀一個黨 過半數 即是他取得57席 國民黨上一屆是38席 我估計他這次可以有50席 今屆在區域 立委和全國匯分區 他的候選人的質素是高於民進黨的 你這個很清楚 而且民進黨有很多醜聞 那些候選人中途退選的有多高 是,所以對他的影響很大 不然有分數 但你過半數有問題 除非國民黨單獨過半數 如果你不是單獨過半數 你就要找民眾黨幫忙 因為民眾黨我估計他可以拿到八席 政黨票拿全國不分區 或者一個區域立委應該有八席 他有八席的話 如果國民黨有50席 那是58席,那就過半數 但如果他的八席走到民眾黨 你就會死他了 那這個人靠不住 我最討厭這個人,他告訴他 明白 他不斷找到數 左搖有八席 如果三黨不過半 他是不是關鍵小數 絕對是 拿著那幾票就可以為所為 我們發目,兩個男人在旁邊 然後發目拿這個話說 我是一早說的 我說這次的選舉 最大的贏家一定是安民至尾 他從頭到尾 第一,是星良友 對吧 年輕人就投給他 因為他喜歡救握 年輕人喜歡救握 年輕人不喜歡聽道理 他救握,覺得過癮 年輕人沒有投給他 如果他投給他 如果總統選舉得到200萬票 200至300萬票 後有二麥瓜可以 簡單一點,公共就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選舉之後 他會是千夫所致 因為你說要下架 你說要政黨輪替 就是你這傢伙 搞得沒得到政黨輪替 明白… 一定要把習近平推在他身上 所以未來台灣這個選後 即明天之後的政治會很混亂 我覺得是混亂了 我以為你吃你煮就要吃煮的飯 那我們就要早點離開 要煮的飯,我們就離開 要英國說要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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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先談到這裡 這次手足要吃東西 好,我們先談談 好,請進 拜託 請 請 感谢观看